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圣经故事频道。 您是否好奇,高游在古代以色列为何如此重要? 它如何通过象征性的使用,赋予祭司和君王神圣的权柄? 今天,我们将解开高游背后的属灵奥秘。 在探讨高游象征的神圣意义之前, 我们先来看看它在祭司和君王的高丽仪式中的作用。 如果这些内容对您有所启发,请点赞并订阅。 您的支持将帮助更多人接触到这些属灵见证, 并确保您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精彩更新。 接下来,我们将回到摩西的时代,深入了解高游的制作过程, 以及它如何通过神的指示在会墓和祭司的高历中被使用。 摩西时代,以色列人刚刚脱离了埃及的奴役, 正在旷野中漫长的旅程中。 他们不仅仅需要物质上的供应,还需要灵魂的指引。 于是,神通过摩西向百姓颁布了律法,并指示他建造会墓。 这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,更是神与人之间的会面之所。 摩西按照神的指示,开始制作高油。 他召集了最优秀的工匠和香料师,取出上好的橄榄油, 加入肉桂、干松、昌土和墨药等贵重的香料。 工匠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香料与橄榄油混合, 经过精心调制,终于制作出了一瓶芳香四溢的圣高油。 这瓶油的用途非同小可,他将用于会墓的圣洁仪式, 并且为神所拣选的人赋予神圣的身份和使命。 摩西深知高油的重要性,因此,他将这高油涂抹在会墓和祭坛上, 将它们分别为圣,使之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。 他还用这高油高利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,使他们成为神的祭祀。 这一刻,高油不仅仅是物质的油,更成为了神圣权柄的象征,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从此肩负起了为百姓带求和献祭的众人。 从今以后,你们就是神的祭司,摩西庄严地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说, 你们要洁净自己,常常在神的面前侍奉他。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深感使命重大, 他们明白,这高油不仅赋予了他们神圣的身份, 也意味着他们将肩负起神的使命,为百姓代求赎罪。 随着以色列历史的发展, 高油的使用逐渐从祭司扩展到君王的高利。 君王是神在人间的代表, 他们不仅要统治国家,还要带领百姓遵循神的律法。 君王的高利仪式通常由先知主持, 象征着神对君王的任命和祝福。 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是扫罗, 一个身材高大,外貌俊美的年轻人。 撒末尔先知受神的指示, 前往扫罗的家乡基比亚, 在那里找到了正在田间寻找父亲走失的女子的扫罗。 扫罗并不知道, 今天的遇见将改变他的一生。 撒末尔对扫罗说, 神拣选了你, 你将成为以色列的君王, 带领百姓征战, 保卫他们。 扫罗听后, 内心既激动又惶恐, 但他顺服地跟随撒末尔来到一个隐秘的地方。 撒末尔拿出高油, 倒在扫罗的头上, 高立他为以色列的王。 高油顺着扫罗的头发留下, 象征着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。 从此, 扫罗成为了神在人间的代表, 肩负起了治理以色列的重任。 他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四方, 击败了许多敌人, 赢得了百姓的爱戴。 然而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扫罗逐渐变得骄傲自大, 偏离了神的旨意。 神不在悦纳扫罗, 于是命令撒末尔去寻找另一位和神心意的君王。 撒末尔再次受命, 这一次他来到了伯利恒, 找到了一个年轻的牧羊人, 大卫。 大卫虽然年纪轻轻, 但却勇敢无畏, 他曾用一颗小石子击败了巨人哥利亚, 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信心。 撒末尔看中了大卫的心灵, 他知道, 这个年轻人将成为以色列的未来之星。 在一个安静的夜晚, 撒末尔悄悄地将大卫叫到一旁, 用膏油高利他为王。 膏油撒在大卫的头上, 他感受到了神的灵, 再次充满了他。 从此, 大卫成为了以色列的新君王, 他的统治带来了和平与繁荣, 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。 除了君王和祭司, 先知的高利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在以色列的历史中, 先知是神的代言人, 他们传达神的旨意, 指引百姓走在正义的道路上。 以利亚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先知, 他勇敢地挑战邪恶的君王亚哈, 斥责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行, 甚至在加密山上与巴黎的先知们, 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。 神一伙从天而降, 显明了以利亚所传讲的是真实的神。 然而, 以利亚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, 于是他开始寻找自己的继任者。 他来到了一个农田里, 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耕地, 那人就是以利沙。 以利亚走到以利沙面前, 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外衣披在他的身上。 以利沙明白, 这是神通过以利亚向他发出的护照, 邀请他继承以利亚的职份。 我愿跟随你, 以利沙对以利亚说, 但请容我先与家人告别。 以利亚点了点头, 允许了以利沙的请求。 以利沙回家后, 宰了羹牛, 将牛肉煮熟分给众人, 然后毅然决然地跟随以利亚, 成为他的门徒。 在之后的日子里, 以利沙跟随着以利亚, 学习先知的职份, 目睹了许多神迹奇事。 最后, 在约旦河边, 以利亚被旋风接升天, 以利沙接过了以利亚的外衣, 象征着她接训了以利亚的使命。 以利沙也被神赋予了巨大的能力, 她行了许多神迹, 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神的伟大和恩典。 她的故事, 成为了以色列人传颂的经典, 激励着后世的先知们继续忠心侍奉神。 以色列人一直期待着一位被高丽的救主, 他们称之为弥赛亚, 也就是受高者。 这个期待在新约时代终于得以实现, 那位受高者正是耶稣基督。 耶稣的出生充满了神奇的预兆和天使的宣告。 当她成年后, 开始了她的公开施工, 便受到了许多人的追随。 一天, 她来到拿撒勒, 在会堂里读了以色亚书的预言, 主的灵在我身上, 因为她用高高我,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 耶稣宣告, 她就是那位被高丽的救主, 来带给世人盼望, 医治和自由。 然而, 她的受高并不是为了世上的权利和荣耀, 而是为了牺牲自己, 拯救人类脱离罪恶。 在她的施工中, 耶稣以无私的爱和无与伦比的智慧, 医治病人, 驱逐恶灵, 教导百姓。 她的每一个行动, 都充满了神的高游的恩典和能力。 最后, 耶稣为了拯救世人, 甘愿走上师自驾的道路。 她的死亡和复活, 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, 将高游的象征意义,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 从此, 耶稣成为了所有信徒的永恒大祭司和君王。 他的高游, 不仅仅是物质的游, 而是圣灵的同在和恩高, 持续不断地充满着每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。 随着历史的变迁, 高丽仪式在现代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演变, 呈现出不同的轨迹。 虽然古代使用高游的传统在某些方面被保留, 但它们的应用方式和意义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变化。 在古代以色列, 高游的使用在祭司、 君王和先知的高利中占据着核心地位。 然而, 随着第二圣殿的毁灭和犹太人生活方式的变化, 高游的使用逐渐减少。 现代犹太教没有延续古代高游高利的传统, 原因之一是, 祭司职份和圣殿崇拜在圣殿被毁后无法继续进行。 尽管如此, 高游在犹太教的历史和文化中仍然保留着象征意义。 特别是在学习圣经或讨论历史文献时, 高游的使用往往被提及, 作为对过去神圣仪式的回忆。 然而, 在现代犹太教的日常礼仪或宗教生活中, 高游已不再扮演重要角色, 成为更多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象征, 而非实际的宗教实践。 与犹太教不同, 现代基督教在某些宗太中仍保留了高游的使用, 虽然它们的应用方式和意义与古代有所不同。 在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中, 高游依然是重要的圣礼元素之一。 天主教会的监镇礼和东正教的附游礼都使用了高游, 象征着圣灵的降临和信徒在基督里的监信。 这种仪式通常在青少年时期进行, 象征着信徒从此正式承担起基督徒的责任和使命。 天主教还有病人附游礼, 这是一种为病人祈祷并涂抹高游的仪式, 旨在为病人带来精神和身体的安慰与治愈。 在某些新教教派中, 特别是五旬节派和福音派, 高游仍然用于为病人祷告和医治的仪式中。 这种做法源于雅各书五章十四节的教导, 信徒们可以为病人抹油并祷告, 希望神的医治临到他们。 对于这些教派来说, 高游不仅仅是一种象征, 而是相信它在圣灵的作用下, 能够带来实际的属灵医治和祝福。 在一些传统或礼仪化的基督教团体, 如圣公会和路德会, 高游仍被用于某些圣事中, 通常是为了象征圣灵的恩典, 医治或奉献。 这些教派注重仪式的神圣性, 高游作为其中的重要元素, 象征着神的同在与祝福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高游的象征意义不仅没有淡化, 反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下, 被赋予了新的层次和含义。 无论是在古代的圣殿仪式中, 还是在现代的基督教圣礼中, 高游始终象征着神的同在, 祝福与权柄。 高游象征着圣灵的降临与充满, 成为了信徒们灵性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。 在现代基督教中, 高游被视为圣灵恩高的象征, 许多信徒在日常的灵修和祷告中使用高游, 作为对神圣灵的呼求和依靠。 有一位年轻的牧师, 他刚刚被教会, 按例为传道人。 在案例里当天, 教会的长老们为他举行了一场庄重的仪式。 他们将高游涂抹在他的额头上, 并围在他身边, 为他祷告, 求神的圣灵充满他, 赐他智慧和能力, 带领他在未来的侍奉中荣耀神的名。 这位牧师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, 他知道, 高游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象征, 更意味着他要将自己的生命, 完全献给神, 接受神的带领, 完成他在世上的使命。 此外, 在教会的聚会中, 高游被用来象征信徒在基督里的新生命。 当一位新信徒受洗归主后, 教会的长老们会为他涂抹高游, 象征着他被圣灵充满, 成为神的儿女进入了一个新的属灵生命。 这一仪式不仅是一种宗教礼仪, 更是信徒与神之间关系的象征, 代表着他们在神的国度中新的身份和使命。 从古代的圣殿到现代的教会, 高游始终是神圣权柄的象征, 象征着神的同在与祝福。 它不仅在物质上代表了神的恩典, 更在属灵层面上, 成为信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今天, 高游的象征意义, 在现代信徒的生活中依然存在。 它提醒着每一个信徒, 无论身处何地, 身负何职, 都是被神所高立的子民蒙受圣灵的恩高。 高游象征着圣灵如同高游一般涂抹在我们的生命中, 使我们能够行走在神所指引的道路上, 完成祂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 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, 高游象征着追求圣洁, 接受神的带领, 在属灵的征战中依靠圣灵的力量。 他激励着信徒, 在面对各种挑战时, 不断地寻求神的引导和帮助, 最终在属灵的征途上获得胜利。 高游不仅是一个古老的象征, 它也是一个永恒的真理, 指引着我们走向光明的未来。 正如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展现的那样,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圣灵的恩高, 成为神手中的器皿, 带着祂的爱和光明, 照亮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 高游成为了信徒与神之间的纽带, 连接了过去, 现在与未来。 它不仅象征着神的恩典, 也象征着信徒对神的忠诚与奉献。 愿这份恩高永远与我们同在, 引导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荣耀神的名, 成为祂的见证, 直到世界的终结。 感谢您的观看,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, 以免错过任何精彩的内容。 如果你也为我们的影片所感动, 欢迎加入传播福音的行列, 把影片分享出去, 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上帝。 您的点赞和订阅是对我们事工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 愿您的生命中充满上帝的祝福和指引。 谢谢观看。 我们的关注币大号艺牧场合体的益合体。 您的选择并続币大号艺牧场合体。 如果您可以请可知道和鼓励的监体混连货场合体。 您的关注币大号艺牧场合体。 您的关注币大号艺牧场合体的监体。